接下來來看一下有關那個串列的這個單元 所以這個單元蠻重要的 主要除了串列之外還有字典 還有檔案 還有Excel的處理有四個重點 那我們分別來看 第一個串列的話 其中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LEN這個啦 取得那個數量 所以你把它刮扶起來 裡面放個串列 你就可以算出這個串列裡面到底有幾個資料 那還有其他比較常用的像什麼 球最大最小就Max跟Min 這個跟Excel蠻有點像 然後還有一個 如果你要在裡面放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用Append Append喔 那所以我們今天假如說 要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就是比如說呢 假設某個老師他有個需求 請你幫我寫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呢 就是執行之後呢 他要能夠讓我輸入成績 那輸入成績 輸入成績 當什麼時候結束呢 當我輸入-1的時候 他就結束這個輸入成績的動作 然後呢 我輸入完之後呢 請你要幫我怎麼樣 把我輸入這些成績 做一個加總 平均 另外可能要算最高分跟最低分 那這要怎麼做 OK 所以喔 如果呢底下我們需要寫一支程式 就是練習輸入成績喔 那這個就是我寫完的 我剛剛講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程式不複雜 而且如果你剛剛寫過那個 畫回圈的話 那應該可以理解 那首先當然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建立 讓老師輸入成績比較容易呢 第一個的話喔 有沒有 輸入成績 假設有Demo一下 比如他輸入第一個89 第二個90 第三個97 然後三個成績而已啦 假設我最後 我要離開這個程式 然後我就輸入-1 Enter之後的話呢 他會幫我把最後的結果列出來 好比如說呢 我輸入幾個成績 1 2 3嘛 那他就幫我把三個成績列出來 OK 第一階段喔 那怎麼樣可以把成績寫入到串列裡面 首先的話呢 你們可能要注意幾件事喔 如果我今天要先產生一個空的串列的話 欸 空串列怎麼寫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那個空的文字的話 是兩個雙以號 可是如果空的串列的話 記得是一個中瓜阿弧就可以了 那就表示說這個裡面沒有放任何資料 空 這個叫做空串列 裡面沒有放任何資料 那我要怎麼輸入喔 所以喔 你會發現底下 我要讓他不斷輸入喔 欸 不斷的輸入 那當什麼條件出現的時候 他離開呢 所以喔 有一個有沒有 重複的動作 所以我寫一個叫畫我一帽號 畫我一帽號的話 畫我一帽號的話 意思是說我要不斷輸入 那你要不 所以有不斷輸入 裡面一定會有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就是輸入的資料 他不能夠是-1 如果當他等於-1的時候呢 那他就break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喔 底下的話呢 這個其實應該各位會蠻熟悉的 就是說呢 我們底下的部分喔 就是什麼 請輸入邏輯 我把這delete的掉 有沒有 所以喔 畫我一帽號之後的話 然後呢 讓使用者輸入成績 那要轉型嘛 可能他要小數點 也可能不是小數點 所以如果原來用INT 我前面講過 INT只能轉整數 但是如果他要小數點 可能他是什麼 89.5 那就掛掉了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擔心 有小數點的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叫evo 他就是不管說整數 或者是小數點的問題 請輸入成績 所以喔 畫我一帽號之後 就讓他輸入 這跟他寫的蠻像的 只是變數名稱不一樣 我們之前這個名稱 好像叫g 不過這邊把它改成evo 輸入成績 然後底下的話 就邏輯判斷 不跟剛剛一樣 if if什麼呢 if這個evo 當什麼條件發生的時候 就輸入成績 就是當這個輸入成績 它不能夠等於-1 所以不等於 不等於是這樣 金探號等於有沒有 那你就打一個-1 如果呢 當它不是-1的情況下的話 如果當它等於-1就離開嘛 如果不等於-1的時候呢 那你就幫我把這個成績 就是它輸入成績 放到score裡面去 特別注意喔 最重要是這個 如何把成績放到score裡面去 這個很重要喔 以後一定要會寫 因為我的串列名稱叫score 對 所以呢 開頭的話就是score 裡面的話有一個最重要的方法 叫append 其實你打一個點喔 它的清單也會出來啦 那這個第一個就是append append的話就是你要放資料進去 append的也是附加啦 就把它寫到裡面去 逐一的寫進去就對了 然後寫什麼東西呢 寫它輸入成績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寫這樣的話 它就會把我剛剛 比如說我剛剛不是輸入一個98嗎 就是89這個 它就會把這個89這個成績有沒有 寫入到這個score裡面去 所以score裡面的話就變成這樣 89 然後後中刮弧了 那底下的話當然還有一個敘述啦 就是說 反之喔 如果它等於-1的話就離開了 所以這邊加一個else 如果反之呢 那你就幫我break break的話就是 我就離開這個程式了 然後並且最後還要做一件事情 那記得喔 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在最前面這個縮排喔 你不能在file裡面這邊寫printer喔 你一定要外面這個printer printer的話就是把這個串列裡面的資料喔 幫我把它列印出來 所以printer裡面的話 就把這個score有沒有 把它列印出來 那如果列印出來結果喔 就會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 我輸入的這些成績了 所以有沒有 它先輸入89 然後寫進去 再來90 再寫進去 再97 再寫進去 所以喔 它得到就是長這樣 最後-1對不對 那當這個輸入是-1之後的話 它是不是不等於-1呢 不是 反之else嘛 那else就會碰到break break break就離開 離開的話就是把結果給列印出來 得到這樣的結果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那這個地方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第一個 如何建立一個空字串 第二個 如何把輸入的東西寫進去 OK 所以以後很多地方都會這樣用喔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有很多外部資料嘛 那外部資料進來的時候 你要一個一個把它塞到串列裡面去 那這個串列裡面就是一個清單 你就可以再跑個回圈 看你要丟到excel也好 或者丟到資料庫 就是一定會配合這些 那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如何透過一個空串列 把資料寫入 第二階段的話 我們後面還要計算成績 計算什麼 計算總分 總分 然後計算什麼 計算平均 計算最高分 計算最低分 所以底下的話 我要如何利用這個串列呢 把剛剛講的這些動作把它完成 OK 那試一下喔 那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這個程式其實蠻短的啦 我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這個好像前面都寫過啦 你們畫一帽後 這個都固定的 輸入也固定的 邏輯判斷也固定的 差別是說呢 怎麼樣把資料寫到串列 應該是比較特別的 試一下喔